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实话除了说为了证明自己以外 也要告诉他们其实中国人踢得很好 谭推 那个时候一直觉得说没有远离足球 就还想踢 而且看着队友他们还在踢 其实还蛮羡慕的 其实那个时候是很迷茫的 就不知道自己应该未来应该干嘛 就觉得说为什么突然就离开赛场 然后天天没事干 谭受伤 脚一直不能走路嘛 很痛走路都不能走 然后当时其实一开始大夫就有跟我说 说要不要做这个针道 我说不要做 我觉得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东西 他当时其实在我脚上切了有将近30刀 就砸了30个眼 然后当时是我让我队友帮我拍 到最后他都不敢拍了 他把手机扔自己跑了 开启人生下半场 董方卓又有哪些规划 你已经进了国子号 你到了奥运会 你还进了球 也去了曼联 是的 我也算是当时亚洲最牛的一个球员了 我们的这个俱乐部里边的一些事情 还有足球上的推广上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个教育的事业 这是我一生的一个事业 鲁豫有约 董方卓精彩 马上开始 如今脱役后的董方卓 从事起轻讯事业 做起了足球教练 经常会跟孩子们一起带他们训练 今天鲁豫相约董方卓 一起前往青岛校园足球轻讯营 与营员们一起分享董方卓的足球生涯 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 我是陈鲁豫 我像你们这么大时候 当然还是高中生 我特别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 就是能够有机会听到一些前辈 一些成功的人 是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成长的故事 我觉得那对于我个人的成长 特别大的帮助 能够起到很多的鼓舞的作用 接下来我把时间给董方卓董知道 我们掌声欢迎他 各位领导 同学 大家好 我是董方卓 我想知道在大家的眼里 足球是什么呀 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自己喜欢的东西 在我五岁的时候 足球对于我来说 是我喜欢的东西 我那个时候是97年进入到职业队梯队的 在那个阶段 足球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目标 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坎坎而且艰辛的 当时在2003年的时候 18岁有机会失去曼联 只给我15天的时间 那个时候说实话 除了说为了证明自己以外 也要证明说自己背负了一个 整个国家的一个荣誉感 要告诉他们 其实中国人踢得很好 后来去了比利时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训练当中 无缘无故的就 对抗当中就开始踢你 一直在踢你 只要一接球就踢你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踢得好不好 能力强不强 能不能成为这个队的核心 那我要怎么办 我要做得更好 当时宣导我是四无前锋 没速度 没力量 没射门 没全球 那那个时候我就跟教练沟通 我说我想加练 因为第一个 我想改变自己能力 展现自己能力 我觉得训练还不够 那其实作为教练来说 尤其欧洲的教练 他很不希望自己的队员加练的 其实他觉得 他自己的训练是够了 但对于我来说 对于一个年轻球员来说 是不够的 当时教练沟通完了以后 勉强算是同意了 但是经过三年的时间 我一天没有休息 我就坚持练 有的时候练都吐 继续练 那通过三年得到了什么 我得到了我最佳射手 得到了大家球队和队友的挽留 所以我觉得坚持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想要达到更高的水平的话 学习能力 文化的水平是非常有帮助大家的 当我在跟曼联来香港比赛的时候 我在场下坐着看 看比赛 香港的守门员当时做的几次铺就都是提前预判 尤其是范尼的一些射门 他都会提前预判 提前去动 那我当时我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那我在场上我要做的是什么 敢于突破 在射门的时候要打守门员的逆向 判断 他会提前动 那我就打你个搓球 让你先动吧 所以最后产生了一个进球 这都是一种阅读比赛 理解比赛 思考比赛 最后一个总结比赛的一个能力 那对于你们来说 可能职业球员不是你们唯一的选择 你们可能会有更多其他的选择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条路上 不管说未来你们的选择是什么样的 一定要先把文化基础打好 我也相信各位以后 也祝福各位以后 能够在各自的行业当中 发光发财 创造新的高度 谢谢 接下来还有一些时间 我想给如果同学有什么问题 很好奇 想跟总长如果有交流的话 你们可以提两个问题 这边这个女同学来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比赛有时候在场上 会有观众有那种喝倒彩 然后起哄 或者面对对方的那个挑衅动作 我们怎样才能保持心态不受影响 然后两位老师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能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经验 是这样的 其实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你要看这个球迷是对方的 还是本方的 对吧 然后他为什么要给你喝倒彩 对方为什么要踢你 是不是因为你踢得太好 所以你要贯彻下去 你踢得比他好的这个信念 作为一个球员来说 你如何在场上体现你的价值 就看在对方对你的压迫力上 和对你的侵害次数上 你看所有好的队员 他被侵犯的肯定是次数最多的 你这样去理解就好 来 这位同学 就是在你们的职业信仰中 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在运动员期间我没进五岸队 没有代表中国队出现在主球场上 这是最遗憾 其实我更多的遗憾就是没有参加过世界杯吧 最后是被动选择退役 这个算是我的一个遗憾 以未来离不遗憾的方式 希望你的学生 是的 我希望能够向金智岛学习 培养出很多国家队的学员 对 所以我觉得金智岛有遗憾 但是它也有成功 对 所以我现在还希望多起敬 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同学 我想问一下老师 有没有在哪个时刻想要放弃足球 你说这问题 对我来说 我们还真没有想放弃过 就是最低股的时候 我也没想放弃 就是这样 放弃足球的时候 我现在就是放弃足球 对 因为本身我就是因为伤病的原因 被动退役嘛 那不是说主动的这种退役 经济能力下降 这确实也属于经济能力下降的一种 但并不是说我的基站树能力下降 是因为身体确实没办法 其实在小的时候 有过 当时对内的竞争啊 外部压力啊 家庭环境的影响 有过这种 如果想要放弃的这个想法 但后来通过跟 家里人的沟通 然后自己的一个思考 后来还是坚持下来 然后也确实没有辜负吧 取得了一些创业 谢谢 特别谢谢大家 谢谢金字导 谢谢董事导 谢谢两位 在董方卓心中 推役一直是他难以忘却的遗憾 2012年 刘洋结束后的董方卓在国内辗转了几个球队 最后加盟河北中级俱乐部 然而那时的董方卓 因肌劳成疾 脚后跟也受了伤 俱乐部建议他去做真刀手术 但这次的手术效果却很糟糕 也直接导致了 2016年董方卓因伤病而被动选择了退役 直到现在 这也是董方卓一直没有解开的心结 你先比如看电视上转播足球比赛 不管是英超还是中超 还是任何的比赛 内心会什么感觉像 肯定跟我们看是不一样的 内心一定会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在 一个是复杂 在一个有的时候会幻想 然后说这个球给我 是不是能处理得好一点 或者说可能处理得不好 可能会有一种代入感 会有一段时间根本不敢看 或者逃避看 有段时间会有 是什么时间 就不看 就是刚伤了以后 一直在养伤那段时间 就在下面那段时间 对 没有看 然后反倒是晚上天天做梦 梦在踢 梦见是自己在什么场上在踢 就什么场上都有 小的时候的 然后职业队的时候 甚至跟曼联出去 踢比赛的都有 对 有一段时间 非常连续 一直在做这种梦 梦里面你是带着球呢 还是丢了球了 还是 进球 对 然后也有帮国家队 踢比赛的 然后还有梦到去 事业杯踢比赛的 其实都有 就什么样的梦都有 就那个时候 一直觉得说 没有远离足球 就还想踢 而且看着队友 他们还在踢 其实还蛮羡慕他们 醒来以后呢 惆怅 醒来以后 有过一次是哭得 枕头都湿了 就做梦 梦里边就哭得 枕头都湿了 就湿了一大半 然后后来醒了 就一直在那儿想 后来然后 就没多久吧 然后就定下来 就退役了 现在还做这些梦吗 偶尔也有 但不多 最近一次做 在场上是什么时候 昨天 昨天晚上 梦那是什么 就也是跟朋友 在场上踢球 然后醒来就是平常心 对 所以人最终是会释然 会接受 会 这个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 然后 还是会认清这个现实吧 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 我前半生的使命 已经完成了 那我后半生 我还有我新的任务 新的使命 我来这边 就是想要证明自己 就想要参加这个比赛的 就真认为 要参加比赛的东西 我没有参加 那个时候是 真的是有流泪 脚一直不能走路 很痛 走路都不能走 然后 当时其实一开始 大夫就有跟我说 说要不要做这个针刀 我说不要做 我觉得是比较危险的一个 他们就觉得说 你来了 然后你又是一个 很重要的球员 为什么不常常比赛 你是不是来炸伤呢 你来装病呢 你已经进了国子号 你到了奥运会 你还进了球 也去了曼联 是的 我也算是当时亚洲 最牛的一个球员了 鲁豫有约 董方卓 精彩 稍后继续 那你这人生当中 总会有过几次流泪的时候吧 有 比如说你受伤会不会流泪 你决定只要退役了 会不会流泪 受伤没有流泪 我父亲去世以后 其实很少能够有让我流泪的地方 真正决定退役了 宣布退役了 那段时间呢 那个时候一直在纠结当中 更多的是释然 就是终于做了一个决定了 没有 反而吐了口气 没有 一直在纠结 其实我到现在都在纠结 这么久了还在纠结 因为这次这个伤 说实话 其实更多的 不是因为我个人 还是因为一个 算是医疗的一个事故 因为它是我们的队一嘛 当时苦于球队的一种压力 因为那个时候 我其实保持得非常好 状态非常好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 球队也是围绕我来踢的 因为那个时候 第一个年龄也很好 然后经验又很好 能力也很强 其实整个球队 都是在围绕我来踢比赛 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脚一直不能走路嘛 很痛 走路都不能走 然后当时其实一开始 大夫就有跟我说说 要不要做这个针刀 我说不要做 我觉得是比较危险的 一个东西 因为本身我就是一个 不喜欢针灸甚至打针的人 我觉得一个东西 打进去以后 肯定是有影响的对身体 我不喜欢这种 尤其是你针刀这种东西 一听就肯定是切割 然后把你韧带切割开 我看后来报道里面 描写得特别吓人 什么把它拉开 然后刀在里面刮 它是就像一根针 粗粗的针 前面是扁的 然后它扎进去以后 还要再去切一下 甚至都切到骨头上 就说那个是非常 其实对我来说 是不可控制的一个东西 那它当时 其实在我脚上切了 有将近30刀 就扎了30个眼 然后当时是我 让我队友帮我拍 到最后他都不敢拍了 他把手机扔自己跑了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 我是不想做这个手术的 然后后来俱乐部的教练 然后领队 然后我们老板都有来找我聊 就说你实时做 因为他们有做过 说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你做完就好了 后来我咬了有将近20天 我才做的这个手术 好了 做完以后 休息了4天 就让我练恢复训练 然后我那天跑台阶 跳啊 跑啊 有80多趟 然后脚就受不了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脚就一直没有恢复 就那个时候 就脚稍微一蹬地一发力 就感觉脚那个肌肉就断了 就撕裂断掉一样 就完全没办法去跑 就你正常的跑都跑不了的 走路都会痛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这个手术有可能会 有一个很可怕的结果 当时就痒 一直在痒 其实那一年一直都在痒 一直都没有好 那外界其实对我也并不清楚 我做的这个手术 其实他们就觉得说你来了 然后你又是一个很重要的球员 为什么不上场比赛 你是不是来诈伤呢 你来装病来了 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球员 我觉得我来了就要替比赛 我就是想要上场比赛证明自己 然后去帮助球队去获胜的 然后球迷又会对我有一些不理解 那个时候其实对我的压力 还是比较大的 那其实到后期 会有试着咬着牙上场去踢比赛 甚至说打封闭伤 其实我是一个从来不打封闭 踢球的人 后来就打封闭伤 其实也没有办法 在这件事上你是会怪自己更多 我没有坚持 我不想做这个 但我被你们说服了 我更多是怪我自己 还是我会怪 当时劝我做的 其实会怪自己 对 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会怪自己 因为从年龄上也好 还是从阅历上也好 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经历了 其实已经足够成熟了 对 已经比较成熟 而且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预见到了 如果做这个手术 是存在风险 而且风险很大 有可能会影响 自己职业经历的发展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是有这种心理准备的 但是还是去做了这个选择 我觉得就是很可笑的一个事 其实我确实那个时候 很需要想让自己恢复 然后上场比赛 有队友 有其他的人 对我的一个劝解 但是其实真正做决定 还是我 如果说我说no的话 也不会有人强迫让我上去做 对 我现在能够又明白 其实最终是你自己 特别渴望要证明 其实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想要退役 在那一两年内都没有想要退役 后来一直也是找地方去进行康复 自己花钱去找人 说哪个哪个医生 还对这方面能力还比较厉害 帮你去治疗 但治疗到最后也没有特别好 这一段是你情绪非常糟糕的时候 对 其实那个时候是很迷茫的 就不知道自己应该 未来应该干嘛 就觉得说为什么突然就 离开赛场 然后天天没事干 那个时候没有方向 所以那个时候的心情 一直都还蛮糟糕的 后来也是在厦门 当时说环境比较好 然后那朋友也是建议说 你看看这边市场怎么样 要不要来做一些事情 后来决定在厦门就 开始做一些足球方面的一些 推广也好 情绪也好 最后人怎么能够说服自己 我能够接受现实 但是总还是要问自己为什么 是跟朋友在踢着玩的时候 踢了一半脚就开始痛 就那种踢着玩 跟职业队的训练比赛 是完全两个概念的 就感觉说连这种节奏的比赛 我都做不到 那你就不要再说职业化的东西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下决定 说算了那就退役吧 所以那个时候决定正式退役 就我现在基本上我站可能站 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我脚就会痛 所以有的时候就没办法 所以就只能这样 后来就算了 那你后来在厦门养伤 花了多长时间 就是算想开了 就是到现在都没想开 就真的是 确实是身体 它这个伤病没办法去恢复了 你不像说我腰 腰可能我也有复发 但是我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手段 我去康复 但这个位置我不知道怎么去让它恢复 它是足底 它是在那个脚活根的下边的 是你的伤重还是刘翔的伤重 应该都差不多 它可能是根界 对 我是肌界 那我想从你们顶尖运动员角 就来看刘翔 你说它想开了吗后来 这种商品不会有人想通 那现在你应该明白一点 就是当然这个故事 我们说是个遗憾的故事 但不意味着过去的你一无是处 就要一杆子全部都否定掉 所以我就说我有好的嘛 对 我有好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你如今能够去客观地 去成熟理智地去分析它的时候 对对对 因为我已经完成我的目标了 说实话 我已经早早地就完成我的目标了 我在23岁的时候就完成我 当时在小的时候完成所有目标 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参加过世界杯 你已经进了国字号 你到了奥运会 你还进了球 也去了曼联 是的 我也算是当时亚洲最牛的一个球员了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所谓的悲惨遗憾的东西 但是确实我的经历说起来是挺孤独的一个经历的 就我的这条路上没有人帮过我 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不管说成功失败都是自己的选择 我只是说我这一辈子的经历 我能不能对得起自己 我是不是做得最好的一个自己 那我现在觉得说 可能我并没有说对不起自己 只是说我可能可以做得更好 或者说我没有达到更高的一个水平 确实让大家失望了 是这样的 你觉得你经过这么多事 是个心智非常成熟的一个男人 也没有很成熟了 其实如果说很成熟的话 可能会做得更好吧 对 现在你的心态你觉得是挺平和 生活中也是能够找到你快乐的那个东西的那样的一个人 现在就是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俱乐部里边的一些事情 还有足球上的推广上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个教育的事业 这是我一生的一个事业 你要找到另外一个小的董方卓吗 我会找到一个超越董方卓的人 我希望这是 以前其实我们没有这种机会的 都是在图场上 没有那么好的条件 没有那么好的硬件设施 软件设施 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好的视频播放 让你去学习 那个时候都靠自己的 没有机会让你去接触太多的这种好的理念 都是就是说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自己去鞭策自己 去督促自己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随着这个政策的支持 大力发展足球这一块慢慢的我觉得 从硬件设施上 软件设施上 还是说从我们开始关注到足球这个事情上来说 有很大的这么一个机会去创造更多好的球员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我也会愿意把它作为我这一生去 想要去完成的一个事情 一生啊 对 因为足球对我来说肯定就是一生的事情 我们整个预备队30个人 哪个国家都有 包括葡萄牙的 最后就留下我一个人 我们当时我 迪玛利亚 科林特朗 然后那个福尔迪阿杜 被当时本维卡评为四大吸星 我的伯乐教练下课了 我们现在要主管可以看到他们那个训练 当时就在想 什么时候能回归球场 在葡萄牙那个豪门球的地球 那那感觉是不一样了 我在那个欧洲顶级的这种豪门里面 确实就能力不行 但是你回到国内里面 你就觉得别人好 那就是差距 那你有接近那个沮丧和崩溃的那个时候吗 也有 肯定也有 鲁豫有约 精彩下期继续 我觉得就是要允许孩子去多发文 最大的秘诀就是能够动手做事 我觉得这个的问题是 现在其实社会上没有足够多的 科学家的这种典范 领航者专访创业导师李开复 畅谈智能世代 哪些特质造就创新型人才 星期日 孙悟皇位是中文台 中文台 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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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